当我们男生从图书馆回寝室的时候遇到流氓 对我们做出非礼之事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把头歪上另一边 让他们无从下口啊 保护自己的嘴 当我们男生在如此弱小无助的情况下 一定要掐住对方的脖子 给他以致命打击 当我们在路上遇到流氓 从后面抱着你 如何快速脱身 来 你来演示一下 好的 首先 你不让我引流氓吗 等会儿 等会儿再学 首先 我们将胳膊快速加紧 下蹲 逃脱成功 来 我们整体示范一遍 当我们女生喜欢枣 身上多了身体乳 香香的 非常危险 容易遇到流氓啊 来 你来示范一遍 宝贝我先 来 我们重新来一遍 当流氓从后面抱着你的手 第一步 揍击 第二步 抓着胳膊挖回你 效果很好 我们实战一下 好 来 来吧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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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来吧